腾讯体育8月18日军中超第19轮,贵州横峰主场迎战山东鲁能,最终凭借郑凯木、韩腾飞以及斯蒂夫的进球,贵州3比1击败鲁能,佩莱为鲁能打入腕炎的一球。 本场比赛最具戏剧性的进球要属韩腾飞的进球,第40分钟鲁能获得脚球,好致命将皮球处罚到进区内,却被防守球员破坏,随后贵州快速反击,一名将在大进区附近带球,连续摆脱两名防守球员的抢球,随后将球分出。 贵州两后为赵和静和韩腾飞形成二轨开门的凉机,本来赵和静的位置是在韩腾飞之前的,但是韩腾飞是凭借更快的速度超越赵和静先远一步将球场进球门。 贵州以2比0扩大优势,虽然赵和静也有进球的机会,但是队友能提前把握住机会进球,任务也算是圆满完成。 The End也则声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